IT全播报 新奇酷炫早知道 索尼的PS4及微软的Xbox One已经上市多年了 性能相比当前的PC已经落伍不少 今年的E3游戏展上 微软首先宣布了新一代主机Xbox Scarlet 据悉性能会是Xbox天蝎的4倍多 可以做到现在主机无法实现的效果 最近在德国的科隆游戏展上 Xbox总经理在采访中也谈到了Xbox Scarlet的一些规格 对于之前呼声很高的8K游戏支持 他认为8K只是一种技术规格 无法定义新一代主机 不仅8K电视稀少 目前也没有开发者在开发8K分辨率的PC游戏 所以8K游戏也是美影的事 8K分辨率在下代主机上只是一个微辅足道的角色 并不重要 虽然没有8K 但是Xbox Scarlet有4K及120Hz 全新主机有着更高的CPU及GPU性能 玩家可以期待更大的游戏世界 和更棒的画面效果 此外 新一代主机还会用上SSD硬盘 它的性能收益也是非常明显的 游戏加载时间会大幅缩短 Xbox Scarlet将于2020年正式发布 你对这款尚未发布的游戏主机 有什么其他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